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了 天气很好 不冷不热 瞧这大鸟 漂亮的鸟 是个蓝头的 我一直跟你们说 我儿子他们学校 有一条山脚下有一条小河 但是我没有走到这来 今天我走过来了 今天是周末 又来看他们的网球比赛 和那个棒球比赛了 今天走到这个小河来了 你看在山脚下 多漂亮啊 蜿蜒曲折的 他们平时呢 有时候 周末的时候活动 就是沿着这条小河 划那个kayak 叫皮划艇 就很长 这个小河穿越我们这个小城市 我们这个小城市有两条河 那条河比较宽 这条河比较小 你看他们这多好啊 那边就是山 山脚下是河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体育场啊 它而且是我们这个小城市 都是周围四周环山的 在山脚下是城中心 但山上面其实也大部分山上面也都住着 也住着建了一些这个叫林场庄园吧 他们买的有的买一个山啊 就是上面都是树啊 上面长的都是树就投资嘛 投资这个林业 然后呢也可以 美国这个投资林业挺好的 你在里边也可以建房子啊 建了房子 你像有的纽约市华尔街那些人 他们可能不是全年在这住 有的也是全年退了休之后就全年在这住了 就是到了这个季节 天气热了 他们就会来这住一下天 你瞧这草坪上的小黄花啊 我太喜欢了 今天小黄花开的特别漂亮 上午更好啊 上午因为阳光明媚的 下午还稍微有点阴天了 上午从窗户一看外边 他们这个蒲公英的小黄花特别喜欢阳光啊 它到了晚上就发蔫了 就不好看了 但是只要一见阳光 马上就就就又开放了 你说人们干嘛那么忍心啊 你看这边这一大片 这一大片黄的 这个真是狠心啊 老师捡他们 不喜欢他们还捡他们 我都舍不得捡 我们家那一片可能就我没有捡的 我想应政府的号召嘛 政府说不要那么急着捡这些小黄花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小蜜蜂喜欢他们啊 你瞧这一片多漂亮啊 今天我们聊一个新的话题啊 原来总是聊那个什么 择校啊 跟教育啊 跟什么这个呃 什么呃 择校啊 择业 跟什么这个农场相关的这些个话题 今天我们聊一聊美国人他们的这种家庭 怎么来处理家庭关系啊 我们华人呢 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总是自认为我们华人是最注重这个亲情的了啊 你看一家子就是就是关系非常紧密啊 甚至你看几代人在过去旧社会就什么包括晚清民国的那个时候那些大的家庭 几代人都住在一起啊 哎呀这小黄花你看 哎呀太美了 呃我要到郊外去明天去郊外去转转的还能漫山遍野的那小黄花啊 更漂亮 嗯 接着说这个啊 这个 几代人我们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啊 那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儿子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甚至生了孙子之后都要跟父母跟爷爷住在一起 如果不住在一起就可能被视为是不孝啊 中国几千年的他那个儒家儒家思想就是以孝包括皇帝什么他们都是讲究以孝来知天下的孝自当先 而且我就不太理解他那个宋代的时候你看苏氏他们都呃考上叫中举了哈 嗯 是举人吗不叫举人清代叫举人他们就叫 他们那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就是呃就是皇帝组织的那个叫 反正这个考上那个不叫举人类似于举人 然后就去就可以当官了啊考中了 嗯 他考上之后然后他不是他母亲去世了吗 他马上就就要回家去什么守校三年这三年之内就啥都不能干事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迂腐了啊 你说父母去世了当然你得举行葬礼了啊是吧 你有那么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呃休假你去处理这个事去就可以了吧 你弄整三年这个人一生中有几个三年啊三年什么都不干 你像他们家里可能都是这些个人家庭都是大家庭有一定的积蓄的啊 就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带心还是不带心的然后就回去 反正起码说这三年你啥都就是这个事业就基本就中断了嘛 以这个为校呃 然后三年之后呢就再回来 不仅仅是他包括那个宋代的那个就是南宋的那个第二代皇帝宋孝宗 他不是是那个宋高宋收养的一个养子吗 宋高宋没有呃 呃他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小时候就夭折了 他后来就收养了他等于是他的 他们那个赵宽宴那一族的一个远房侄子嘛 收养了之后他 他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所以他就更重视这个守孝了啊 他甚至都把那个皇位就是让给了他的儿子 然后他就去给宋高宋去世了之后 给宋高宋去守孝三年当太上皇去了 嗯 觉得他我觉得他们有可能那时候就是这个孝子 好像人们特别在乎你你对他的议论是不是呃 守孝道啊 我觉得他是有点这个呃 因为不是亲生的儿子 所以说他才故意一定要去守那三年的孝 如果是亲生的可能说不守也不行 可能那个这个不是亲生的肯定是更怕别人说了啊 以孝来治天下 所以多少年一直到多少年这都是 这个就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一个是主张孝道 一个是主张这个中军思想啊 这是儒家文化的 其实是都被视为是什么中国的传统美德 其实到了美国之后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中国的文化糟糊啊 就是这个这么几千年束缚着人们 尤其这个中军思想 这个好像这个皇帝生来的时候 他们好像生来就是皇帝 皇帝的儿子也是皇帝 皇帝的子子孙孙都必须当皇帝 你反抗他你就是大你 不道啊 这个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思想是完全背离的 西方就是觉得你是一个 你就当几年是吧 选你 选大家都拥护你 选择你 你就可以当这个总统 而且是有期限的 什么什么龙 我过去还为了这个 为了把这个君主的地位合法化 还把他们说成是什么龙子龙孙龙的化身啊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骗人的 总之吧 包括他这个孝 就是主招孝道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照顾父母是吧 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经济上 从生活上你可以去照顾父母去 但是你没有必要说去什么 为了某种形式什么 必须得这个 这个 跟他在一起生活 你包括我现在就被 被我妈视为是不孝的 他就觉得啊 我把你养大了 你就出国了 他不想让我出国吗 他那个思想 我觉得还是属于 就是属于 那个年代的人们 尤其是我们北方比较落后 不像人家南方 我看南方那个父母们有的都挺希望孩子能够出国的 你包括我舅母 人家是湖南人啊 湖南人 人就那个主动还跟我妈说呢 说就是我表妹啊 一会儿老大了 老爷找不着合适对象 还说出国多好啊 那个国外的生活条件好 你让就说让我帮他 对 给他在美国找个对象 嫁到美国来 人家就主动的有这种要求 你像我妈那个 我这架子这儿来了 他还十分的对我不满 他对我有时候我也这个 就是不是回不去吗 经常 然后就让我的同学们啊 去看看他啊 给他买点东西什么的 去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 其实我家里 我弟弟在老家 能照顾他 我也比较放心 他关键他也不愿意出来 多次邀请他 你看好多父母 我觉得人家都 孩子在国外啊 觉得国外生活条件好 可以跟着孩子出来 或者是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每年就当度假哈 你可以出来住一段时间啊 住一段时间 你觉得不好了 你不住两个月 两三个月 像我们这边 就比较的凉快嘛 夏天不用空调 每到这个季节就特别好 像中国那个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可能除了东北那边之外 它都变得比较热了 说我们那经常四十来度 跟个大火炉一样 我就说那你就夏天来这住 是吧 到了秋天 你愿意回去 你再回去吗 爱不来 就觉得 这个 而且他们受那个 过去的那种老思想的教育 还老是有点那个仇美的观念啊 也不知道跟美国 美国 就是这个仇美吧 我觉得他们还是这个 仇美的人呢 他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 就说仔细的 考虑过你为什么仇美啊 这个美国真的 你说干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吗 也没有像日本似的侵略过你啊 也没有说什么 而且那时候八国联金 跟清朝打仗的时候 那美国还主张退还那个款 主张不收这个 什么赔偿金 其他的国家都要收你的战争赔偿金呢 人家美国我觉得还帮 然后就用那个赔偿金 不是培养了中国的 第一代那个小留学生啊 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还帮建了什么燕京大学 就什么 什么清华大学什么的 这些我觉得这个 美国 包括后来改革开放 你说 也是人家美国好多企业 跑到中国去 这个投资啊 建了工厂 那个珠三角那边 那才这个 这个这个有了那么多的企业 很多农民才进城当了工人了啊 农民的收入才改善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对 对于中国这个 还是做的好事挺多的 你不能说因为就说 好像 嗯 某一个方面就说 对你不对你不好了 对你不利了啊 一小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就就就就把美国就视为敌人了 你说没有美国的话 那个原子弹扔到 那个日本的长岛去 那中国就整个沦为 日本的殖民地了嘛 哎 其实什么 我现在都觉得什么殖民地 不殖民地的呀 这个 只要是能够对老百姓好 把经济 把文化什么 都搞好了啊 尤其民生福利 社会这个社会这个经济文化这方面搞好了的话 谁来管理 谁有能力 谁就来管理 我觉得在过 在过若干年之后 有可能这个世界都会一体化了 就是没有什么国家 你这个国家 我那个国家了 你看德州什么的 原来也是德克斯 德克萨斯什么共和国嘛 他觉得那时候老跟墨西哥打仗 但是后来不是跟那个 跟加入美国了 加入美国了之后 他就发展的多好啊 当然你美国你要衰弱了 你要不好了 那人家可能 没准现在这些个加盟的这些个州 其实这些州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小国嘛 都有自己的法律 这个你要不好了之后 人家可能就不愿意吃大锅饭了 不愿意加入联邦了 没准就该离开你去宣布独立了 每次选举之后你说 有时候德州就是是红州嘛 就要是民主党执政 这个德州人就宣称说 我们要独立 那说了半天 他也一投票 就没有达不到那么多人要求独立 只是少部分 也就不独立了 然后等共和党一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兰州 加州就说我们要独立 那最终他也没独立 总之还是觉得这个美国联邦政府 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没有好处的就不要再 就就不会再加盟了 这个 说中国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 他处理家庭关系呢 是非常的紧密啊 包括现在虽然说 不是像过去那种 什么还在一起 进步了啊 不在一起住了 你看儿子结婚之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跟父母在一起住的啊 都是分出去住了 也意识到了 因为现在这个人家孩子也不在一起住的话 那就得去听谁的啊 那过去呢就是没有什么你的个人主张 就必须得听父母的 但是现在人家有的不愿意听父母的了 就分出去住 其实挺好的啊 周末什么的 回去看看父母啊 这个 然后 你那个 经常看一看是吧 沟通沟通 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帮助啊 老了之后 再照顾他 或者是一起生活 而且在西方这些国家老了之后 人家这个养老的责任也不归子女的啊 都是归于社会 大部分人都是去进养老院了 你想父母他不是 孩子 父母老了之后 孩子 那个时候可能他正 他还需要工作呢 他也没退休呢 需要工作 你这 你也不能说就是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 没有收入了 又怎么能够养活自己 怎么能够养活孩子呢啊 所以说就这个 这个父母 在美国都是进这个养老院 养老院分成各种情况的 你要有的那种就是老了 愿意在那什么搭伴 是吧 还生活还可以自理的 还有的就是那种 真的动不了了的 他就有医护人员 全天就给你照顾起来了 你有钱你就要付 有退休金什么的 你就要付费 你要没有退休金的 那种 穷的人 也可以不 就不用付费 我觉得所以说 他这个 中国过去那么爱什么 生儿育女 他就是想着什么 房老啊 将来什么 养老 指望儿女 因为他还是这个社会保障 这个方面做的不好 尤其是乡村里边做的更不好 城里边可能 还有退休金 是吧 退休金那可是观念不行啊 他们都觉得进养老院 你看我这个我二姨都八十八了 然后就是不能自理了吗 我表哥人家还得工作呀 人家就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了 然后大家就都就都说他不孝 送养老院就觉得不孝 你在国外真的没有觉得送养老院 养老院有什么不孝的了 你想把他自己放在家里 就算你雇一个保姆吧 现在你知道保姆费用可贵了呢 都大几千块 他也没那个经济能力啊 是吧 然后就算是他雇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不放心呢 你说那个 他不能说话 我二姨就都不能说话了 你这个雇的这个保姆对他好啊 要赶上个好人还行 他要是对他不好 虐待他的话 他自己也不会说 你不更不放心吗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去养老院呢 去那个好一点的养老院啊 他里边起码有医护人员呀 有什么的 大家都看着呢 那个照顾他的人 他上面还有领导呢 他不至于 每天都有人看着 还有 还是那个两个人一个屋 然后彼此能够 就是都能够互相监督一下吧 对他好不好的话 别人也能够跟你说啊 觉得也没啥不好的 为什么老是谴责人家呢 还说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美国啊 很少说 自己在家里 什么我去 什么 雇个保姆 也有那种啊 也雇保姆的 美国这个保姆费用更贵啊 是吧 最大部分还都是选择养老院的 养老院 他有的那种收费 就是没 反正就是有钱 你就交钱 有钱的就交 没钱的就不用交 挺好 我觉得所以说穷人 你在美国 也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 没有孩子的人 你也不用担心啊 社会责任 他不是子女的责任 在美国子女完全可以不管你的 你像在中国 你要不管的话 可能社会舆论呢 还是法律可能都不容忍你 但是在美国的话 他不是孩子的这个 这个责任啊 就是你社会责任 所以养老归于社会 这个我相信将来没准中国也慢慢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还有就说这个 我们就说这个 我觉得美国人他们处理这个家庭 比如说兄弟姐妹啊 亲情的这种关系啊 过去我们都自认为是中国人 好像我们华人注重亲情 是吧 我们什么兄弟姐妹之间走得特别近乎 然后那个 就说我们做得好 其实我来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中国人很多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呀 就是我们总是犯这个错误 就觉得好像走得很近 就能够处理好关系 其实不是的 这个觉得距离产生美嘛 尤其是不论是亲情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 都是那都是那个样子的 不要走得太近的 你看我们华人比如说做生意就喜欢 我要跟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合伙做 在美国人他们很很忌讳的 这是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他们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很少在一起做生意的 因为就是他们就怕 就是因为做生意就涉及到利益嘛 有利益关系的合作方很容易产生矛盾 尤其是像咱们华人 他那个法治观念不是特别强 你像美国比如说人家合作公司 股分支是怎么着的 其实美国人 美国人你发现没有 他的公司发展的都很快很大 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他们很多大公司 你看他都是股分支的 但他并不是说什么 这得是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创办的这个 这个家族企业 他都是那个 他基本上都是有志之士 有志之士 然后呢是靠什么的 靠法律 就说法律文书什么的 把你 把你这个 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规范于你的什么股份啊 什么责任和义务啊 他是 他是这个样子的 相反的 人家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具备这种合作关系 人家也不合作 不合作 就是不讨论关于钱的问题和生意的问题 他们就是害怕 怕这个 因为你要是说这个朋友之间 或者同事之间合作 到了矛盾 可以不合作了 是吧 也不再来往了 但是你这个亲戚之间 你有时候你 你讲怎么能不来往呢 是吧 你有家庭聚会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你不让他去 他不让你去啊 是吧 一旦把关系闹僵了之后 反而对于这个 对于大家都不好 所以人家 你看很少 是兄弟姐妹合作的 他有的倒是那种 就是 家族企业的传承倒是有啊 传承 而且传承方面呢 人家也不是完全的传承的 你看比尔盖茨 跟巴菲特他们 巴菲特好像还是说 大部分要传给他的家族呢 他的那个公司啊 还有财产什么的 但是他也没法完全传承呢 他本身现在也是股份制的哈 你既然形成了股份制了 也就是说 你只能把你那一部分传承 你不能全部去传承去 你像比尔盖茨就说 他只留给他的孩子 一千万美金嘛 其他的他都要 就什么 就是做其他的处理了 传承 你像一般的小的 我看那个农场啊 卖农场就发现 这农场主的 一说就是这个农场 家族传承了 什么二百年了 一百五十多年了呀 他倒是那个 就是 父子 也是父子或者父女 这样的相传啊 但是他传承啊 跟中国 中国往上都是什么传给儿子 是吧 事业传给儿子 觉得女儿什么 那个 这个这个 是嫁出去了 还有那种 就是那种 父子 就是男孩的那种 传男孩的那种 观念呢 尤其在乡村里 那时候我记得 我给我爷爷 就是签那个杯啊 因为他是劣士 给他签到那个 盘山劣士陵园的时候 因为别人吧 他们一个是比较忙 他们不太重视这事 我觉得 那是我爸的一个遗 遗院啊 就是想让我爷爷进那个 因为原来就应该进 他一直 一直就是说给遗漏了 遗漏了 我爸那会病了 他已经没法办 让我去办这事去 我就去办去了 还不让我签呢 就是民政局啊 那是啊 这才是十来年前的事 就是那还是个民政局 政府部门 说什么 必须得你 你那个 你哥哥或者你弟弟 你大哥啊 我弟弟还不行 是吧 你这就是 然后得罪我大哥签字 什么的才行呢 我还得特意找他 又让他去什么签字 去带着他的授权什么的 我这才能办 就没有你 反正你就没有这个权力 签这个 也不叫签粉 其实他在老家有粉 无非就是 在那个烈士领园那 在立个杯 是吧 人他的同事们 那时候牺牲的那些战友们 都在那 就说他也 我爸就说 也想让他去那 就这事 你这个女孩 你就没权力办 这个 在美国这个传承 倒是 美国这个 我觉得他们处理家庭关系的 这点比较好 没有就是 没有这个男女的 这个区别啊 也没有说什么 什么给儿子买房子 什么结婚 什么的 而是父母对待子女呢 是说谁有这个 需要帮助 就去帮助谁 不需要帮助的那种啊 你就自己去努力奋斗 根据你的能力 父母给财产 就像我们 我公公 大家有儿子 两个儿子 谁也没有给买房子 美国这个就没有那种 没有不像中国的 那个什么 就是结婚的时候 必须要买房子 我觉得这点 真是太愚蠢了 你说养大了他了 养大了他了 你说你再给他买房子 他不就成了寄生虫了吗 他还有什么 这个奋斗的动力啊 然后这个要买房子 什么女孩去结婚 要给陪驾车什么的 总而言之吧 就说这个 反正是中国家长的 这个观念啊 什么准备回房啊 什么的 这个观念是 现在想一想啊 可能在美国 待实验场了之后 想一想 这简直就是不可理解的 自己给自己 上了个终身的套啊 反正这孩子生下来之后 小时候多累人呢 是吧 一把屎一把尿的 简直就是 你要把他拉扯大 大了之后上学 你要为他的学习 为他的教育操心啊 你看这个课外活动什么的 我倒觉得 你看这个 跟着孩子来参加 我倒觉得养孩子 真的是一种乐趣 就说 也可能我生孩子比较晚啊 那时候就 不是那么特别穷了啊 有点 有点反正 小经济基础了 然后呢 就把养孩子 真的 你看我跟他 我现在特别害怕 我儿子离开 离开这个 离开我们去上大学嘛 你看这 每天跟着他来 每天下午啊 四点到六点之间 是我这一天中 最幸福的时刻了 因为我可以来学校 来看他 你看看他打球 是吧 在这转一转 晒晒太阳 跟那个家长们 聊聊天 哎呀 我觉得是我们 是我们两个最幸福的 这么一段 这么两个小时了 瞧这玩意子 你说他一旦走了 这个这个上大学去之后 大学也也不让家长 人家都不像这中学 小学似的 家长来参加你的活动了 这个真的这个养孩子 快养到头了 而且美国还是这个 人家生了孙子什么的 还不像中国 中国都是 你看我那些朋友们 有的比我大个 几岁或者是十来岁的 他们有孙子了 都跑到什么 就跟着人去看 看孙子去了呀 这美国还没有说什么 很少说 爷爷奶奶什么 姥姥姥爷帮着看孩子的 人家也不让你看 人家可能觉得你是隔大人 沟通起来比较 比较 难哈 都是自己看 而且都是要有了孩子之后 一般女的 可能会有几年不工作了 就在家专心的看孩子 不会交给你去看的 你要是住的近的话 你可能能看看孩子 能给帮帮忙什么的 你要住的远的话 连看 在不在一个城市里 你可能很难都看到了 这个 但中国家长 好家伙 那个简直是 就是 大学 上了大学 也得费用全包 我觉得我们这 在当个美国家长 挺轻松的 就说他们这个 原来快16岁开始 你看我儿子同学们 我不跟你们说过吗 人家 有的从小就做生意 就能够 父母就教着他们 怎么做生意 人家也兄弟姐妹多 三个孩子 一块 什么经营 自己家的那个 住的那个农场 经营起来 我算了算 人家我就说 那个卖鸡蛋的 那个 他那个同学 也在那 也在那个 跟他是一个队的 那个 在那打球的 人家是那个 我算了算 人家有300户了 刚才我问他妈 说已经联络了 大概300来户 这种长 就是 就是长期供应的 像我们 我就是其中之一 每个星期 我们家吃鸡蛋比较多 我买他四大盒子 一盒子是18个的那种 6块钱一盒 那个人家是笨鸡蛋 乌尔玛那个笨鸡蛋 也是卖5块9毛6 我说就按6块钱 他说按乌尔玛的价格 一样给我们 我说就6块钱吧 差那么几分钱 4624嘛 我们家是24块钱 你就算吃的少的 一个星期 也得吃个 十几块钱的鸡蛋 因为美国人 他们早晨 这个 就是说 早餐呀 都是主要以鸡蛋为主 鸡蛋是一个标配 我儿子吃四个鸡蛋 我先生吃三个 我吃两个 我有时候也吃三个 这个 所以说 他这个鸡蛋 你想 一家要销售 就是平均15块钱 15块钱的话 我们家24 就算 就算个整数吧 有的 我估计人家家里吃鸡蛋 可能比我们家还多 因为我们家就三口人 是吧 他们有家里 已经两三个孩子 无口人 那大小伙子 可不都吃个三四个鸡蛋 我们二十块钱一家 来算的话 这个三百家 一个星期 这三百家的话 就是 三百家 二三 这就是六千块 是不是 六千块 一个星期六千块 人家一个月的话 就是 两万 就是两万多块 人家销售两万多块钱的鸡蛋 所以我说 他们家说 又建了一个爸 然后养的鸡蛋 现在越来越 养了 就是每年都会养一些新鸡 新的小鸡 因为他这老鸡 可能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下蛋能力 就弱了 老了 被淘汰了 然后就买 每年都会 刚才他妈说 他们去买 要买新的 每到这个时候 就买小鸡 优质的那个小鸡 能铲蛋的鸡 你想 他不是 你想 人家三个孩子 你就是这个 那个老大 这刚上 去年刚上大学 这个老二 这个老二 这不是跟我儿子一样吗 也快上大学了 这都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三个就 就就就 人家就经营 这个 这个 你说说 你买个农场住 我觉得 你要家里有两三个孩子 真是能够 真是能够 这个经营 这个经营效应 应该是不错的呢 一个月 一个月就两万 两万 那十个月吧 就算冬天 可能这个鸡下蛋 不怎么样 你就按十个月来算的话 那一年卖鸡蛋 二十来万呢 二十来万 这个自己家里养鸡 你想 他们家后面 还种点那个什么呢 还种点就是 他们家有个 那个小拖拉鸡 人家种点那个玉米 就是喂鸡的 那个玉米什么的 因为他们家 五十个英亩地呢 然后种 重点的话 自己就是喂这个鸡吧 他们家鸡散养 散养的话 可能就是 他到处吃虫啊 吃什么草啊 什么的 那喂的也 也喂的不用多 不用买什么 他说 不用特别买很多的 就是在饲料方面 花钱并不多呀 这种 这个鸡 你说人家 我觉得他的利润 能有一半 能有百分之五十 那样的话 那你说人家这个 就算一年销售二十万的话 一年这三个孩子 能挣十万块呢 要不然刚才 人那个 他妈说他那个老大 我问他在哪上学呢 上的是那个私立大学嘛 家里这个 还说都是 这三个孩子 都是自己这个挣钱 就说这个美国家庭 这是从小的 还有的 他的同学们 不在什么 就是没啥 没这么大本事的 经营不了农场的 做不了生意的 人家还 在那个沃尔玛里边 每天打两三个小时的工 16岁 就可以打工了 上大学之后 那就是 基本上一半的费用 都自己 自己能够赚了 每天打两三个小时 放假 一放放三个月 放假 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所以说这个 当在美国当个父母 是很轻松的 这个 这个这个 不需要你什么 主要就是说 不需要像中国的家长那样 什么要给他买房子啊 买车呀 上大学 你看啥都 什么都管呢 只要上了大学之后 基本上就 你要是有钱 你就给他 帮助他点 没有钱的话 你让他自己去 这个 让他自己去 挣去 也是很正常的了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累了啊 尤其 那以后养孩子 没有 也不用你帮你 帮他去什么 看孩子去 这个 总之孩子 人家将来 比如说失业了 失业了之后 我看很多 这个中国 中国的这个 家长跟我说 孩子失业了 没失业之前 也是都住在家里边 不结婚 都住在家里边啊 都是父母 还供养着 然后失业了之后呢 说这段时间 他也不是说失业了 有的是嫌工作不好 他就不干了 他想换工作 然后一歇 就在家里歇上半年 然后这个 也是吃着家里的 住在家里面 这父母好像 这就一辈子 就自己都认为 对孩子有 有这个供养的责任啊 这个要是给孩子 好像结婚 买不了房子 就成了自己 就是就会笑话 这个父母没本事啊 是吧 这个我觉得 在美国没有 相反没有听说过 在美国都没有听说过 谁给父母 谁给儿女去买房子的 好像华人 这新的华人可能有 这个老的 像我们这些移民时间 比较长的老的华人 也都观念 都相对来说改变了 也不会再去 也没有听说给谁买 而他们挣钱 第二代移民 比第一代移民混的好 他们挣钱 比我们挣的还多呢 那好了 今天闲聊到这儿吧 改天再聊 回家了